鮮红椒末覆盖沙姆 另外这盘金黄蒜蓉和青葱点缀 口味嗆辣但料理过程 可是用最保留原味的清蒸方式 生辣椒和葱放进搅拌机里 变成蒜末之意 加入蒜末调味 要提蟹肉鲜味 还得靠高粱发酵 搅碎它 它会释放出辣椒的汁 然后用高粱酒下去调味 它会释放出它的甜味出来 吃腻口味偏清淡的清蒸螃蟹 饭店改良湖南和广式做法 另一道金蒜蒸蟹 把生的和榨的蒜末按比例调和 加入香油酱油调味 同样放入蒸笼6到7分钟 淋上鱼露中和呛笔蒜味 蟹肉更显鲜甜 尤其肉质保留水分 它虽然料很多 但是吃起来是吃得到 螃蟹的鲜甜 肉也是蛮有嚼劲的 也因为辣椒杏肉味心 具有温中去寒 开胃发汗除湿 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这道过海香辣蟹 可是饭店的人气名菜 一只螃蟹两种吃法 关键在特制辣椒的运用 可以收咯 等一下 干烧螃蟹吃完可别急着收 因为它还可以加入高汤里面 变成螃蟹火锅 丸子 蔬菜和冬粉 满满配料就靠秋蟹花龙点睛 螃蟹吃法不再一成不变 辣椒PK清蒸 干烧还能煮锅 再次挑战桃壳味蕾 三日新闻 王晨伟 曾经员台北报